同门村清水溪灾害附建工程16号上午正式动工 立委孔文吉修理相当王玫瑰华联县政府建设处 还有在地的村民们一起到场祈福参加这个活动 立委孔文吉表示说争取多年族人们期盼安全回家的路终于动工了 为期一年的工程未来会开创族人农业的经济产值 在慕斯的祈祷之下 同门波罗期盼已有了同门村清水溪灾害附建工程 开工祈福仪式正式展开 立委孔文吉修理相当王玫瑰 修理相当代表会副主席赖惠美 修理相当代表蔡培和林一龙 同门村长许贤美 温染村长田文财 鲜远田一鲜和村民们共同来建设这历史新的一刻 今天看到我们这个木谷木鱼啊 这个道路附建工程 同门民税道的工程终于今天能够动工啊 当然我非常的高兴啊 因为我们争取了差不多五六年了哈 那族人也等待了很久 那我们当然也要非常谢谢中央公共工程委员会 全额补助这个新建的经费 然后由花莲县政府的建设处来规划执行 还有我们乡公所 王玫瑰乡长所带领的团队 以及我们各位代表啊 他们努力争取呢 才有今天 但是因为行政作业比较 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啊 所以这个我认为 这个对我们族人来讲是辞来的正义 7月25号还不到一个月以前 有来这里听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做的一个工程简报 当时我们很多代表议员都有提出一些意见 那希望有能够把这个工程品质做好 正是由花莲县政府建设处来办理发包跟执行 那村民是希望说 要把这个民税道边坡 还有这个挡土墙 这个上下边坡的 这个要全部治理好 那这个以五千多万的 结标的经费呢 大概民税道的工程本体呢 大概只有两千多万 大部分都是上下边坡跟那个挡土墙 所以村民是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工程品质做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希望能够对我们村民未来的出入的交通管制 能够给村民一些方便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 那个这个经费呢 只有针对隧道还有上下边坡 但是那个河川提防 那个可能大水来的话会轻视 那你做的那些边坡下边坡 也肯定会有倒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当时也提说 第九河川局 未来有需要 我们也会跟他争取 这几年来也很辛苦我们的族人 不管是做农民也好 猎人也好 每次要经过这条路的时候 都是要敢战心惊的走 那之前台电 为了里面的整个维持的一个管理的安全 所以有一段时间用了闸门 限制族人进出 但是经过我们公所 来跟台电协调之后 那也愿意跟我们部落族人 能够依照部落族人的生活作息 来开通这个闸门 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非常多的人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修理项民代表会 我们的赖主席 以及我们的代表们 以及我们的各村村长 还有我们部落事务组长 部落主席 大家共心共力 一口劲的向县政府来争取 那县政府也是一口劲的向中央争取 才有今天这么圆满的能够动工 六位黄契彪老师在亥工程计划 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全额补助 总经费为以5000多万元 设施内容有明隧道 上下编坡改善路面工程 而这次动土仪式圆满顺利 而在结束移出之后 又随即前往高坪重灾区 方向考察以及关系明末 记得节奏观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